拍片是iPhone 13 Pro 拍片都很棒 但有時我會用鏡頭和運鏡的畫面很理想 但有時我會發覺我們會做街頭訪問 拍Vlog的時間 你講起這件事我真的想請教你 我都知道你是拍片和Vlog的達人 有時我和兒子做一些學校的表演 但拍片拍片是很無敵的 但我覺得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就是收音 因為有時收音會收到全個環境的聲音 導致我拍不到我兒子唱的歌曲 有沒有甚麼可以介紹給我呢 早前我已經經歷了你這個煩惱 其實我正在搜羅一些外置的收音咪 但法國市面上很多都是用3.5mm的折扣 最終讓我找到這支 我今天帶來的 一個Truer NV88 Plus 攝錄套裝 其實它有一個外置的3mm 它本身已經有一個自家的軟件 當你安裝了它 將iPhone 13 都沒有問題 安裝了上去之後 因為它的折扣就是用這個 是的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3.5mm 所以用Lighting 都可以做得到 沒錯 其實你只要插上去 你便開啟專用的軟件 好處是甚麼呢 其實你可以在軟件中 調教你咪的收音角度 譬如剛才提到 如果你是需要拍攝 你的小孩唱歌的時間表演 其實我們可以把收音角度收窄 變成集中收了唱歌的內容 變成環境聲就會沒有那麼分離 你俗稱的指向性 可以這樣說 變成集中收回表演的內容 但如果有時我們需要做一個環境的氛圍 我們就把角度調大一點 這樣就變成環境聲都可以收到 這樣說法 即是我幫兒子拍片的時候 當他唱歌獨唱的時候 就可以用他的指向性的功能 收到他的聲音 沒錯 唱完大合資 我就可以調節到廣收音的方法 沒錯 讓掌聲都可以收到 沒錯 有時我們拍完之後 做後製 整個片的氣氛就出來了 這樣就非常之好 我可以配合iPhone 13 Pro 拍照和拍片的優勝地方 再加上你推介給我的 這支收音咪 叫做SURE的MV88 Plus 沒錯 如果是的話 我拿著這部手機 加上這支咪 我可以成為專業的YouTuber 可以的了 你出去做街頭訪問 都不會只收到旁邊的車聲 露人的雜聲 就可以很清楚收回你訪問對象的對話 這支收音咪 挺淺的 這支收音咪 我們一會兒 我們一會兒說到我們的優惠 的時間 就一次過告訴你 今天來到我們的分享會 當然會有優惠 我們分享的優惠資訊 稍後就告訴大家 我們今天分享來到這裡 謝謝各位